那因为现在各国的潜见都越做越安静 下了水都不讲话 连冲马桶都没有声音 所以说现在改成主动的声纳 就是我要发出声纳 打到就跟金鱼一样 打到你 你弹回来 我就知道你在这边 可是这就是有一粒就有一臂 我一发出声纳你不就抓到我了 所以怎么办 放出无人潜见 小潜见发出声音 然后我接收 现在就变成这样 这个很久以前我讲过 我们的海昆号也有这种 不能谢你 我不能讲太多 也有这种隐藏版 大金鸡说我们的潜见很棒 但是台湾的海昆号 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我们 大家我讲这样很保守了 所以中共就觉得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还蛮麻烦的字 所以中国就严重怀疑 这一定是日本教台湾的 其实不是谁教谁 大家教学乡长 互相研究 我们朋友很多你不用猜 我们很多朋友都可以互相研究 就是不告诉你 所以他也学大金鸡 那所以大家都有了 现在就是学的像山寨不见得有功能了 了解 就算你山寨的成功 但你还是出不来 不好意思 山寨不见得有功能 可是看起来很威啊 就是你做一只手机跟苹果一样 但是不见得有苹果的功能 但至少可以嘴嘛 这飞弹车 我可以直接这么讲 它都不是新的东西 飞弹都是旧的 都是现在就已经有的 包含了战斧飞弹 包含了标准六型 这都是旧的飞弹 可是重点在于整合的系统 以前战斧原则上都在船上面的 它在船上面 它打船的嘛 那以前标准六型也是在船上面 是防空的 一个是240公里的一个半径 一个是将近到3000公里 一个打船嘛 一个打飞机的 这两个不一样的 可是能够把这个在船上的系统 把它弄到车上来 对 大家觉得说 这有什么了不起 从船上拆起来就好了 很有机动性 因为船上的都很大 大家知道船上就知道 船上的雷达都很大 为什么神盾的剑要破万盾以上 因为它的系统都很大 那你如何把这么大的 整体雷达侦测 还有指管系统 把它弄到路上 车子再大没有船大 你看过一招万顿的车子 在路上跑吗 就算有也没有大的公路 所以它可以把它缩小 把整体可以在船上 所实施的这个整体的系统 弄到车上 这就厉害 它这个你看 T Y P H O N 多一个O就变台风了 对对对 台风 对 叫台风 其实为什么叫台风 因为跟台风不一样 差一个O 那但是它为什么要用这个呢 这就是希腊神化名的风暴神 风暴神 风暴神它不是一个面 它是一个球 它是一个球 也就是说 它这一套系统 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平面 或者是扫描天上的 任何一个单一目标 它是整个球 就跟老鹰的眼睛一样 不但是老鹰也还是黑暗中 可以看到东西的黑暗之鹰眼 它晚上看得到 不受天后地形 而且它所笼罩的半球体之内 所有的所谓的目标 都跟台风一样 它可以把它摧毁 直接摧毁 就是说你看 台风要消灭哪一个目标 它还会分目标 它全摧啊 全迁 所以这个系统叫台风 虽然差一个O 但是目标意义是一样的 把船上的东西带下来 所以你看 它把所有美军现有的Mark 41 垂直发行 这多大 这神盾 我们之前为什么要做小神盾 小神盾也超过3500 4000盾以上 这么大的系统 你要把它放到车上 对不起 做到了 它真的做到了 它把整体系统缩小 但是功能不变 所以人家讲说 它可以打到3000公里 为什么这么厉害 其实非得要打多远 增加多少燃料而已 重点是看得到才能打 所以这个系统是 它可以比照神盾键 所看到的距离扫描的网度 还有半球体 全部抓在一起 然后可以签灭 所以我讲人的科技方式 毛雨端的对抗 永远不是在那个矛头 那个尖头 而是在你看得到 而且它晚上也看得到 晚上 还有阴眼 不分天后地 连气候都可以 你风很大 它一样可以打 所以说乐客系的马丁公司说 我把这些标准六行 包含战斧飞弹 全部整合进去 你看 打飞机的 跟打船的一套系统 所以说不用说 打飞机的飞过来 打船的过来不用 它一套都有 它的飞弹是部署 在不同的地方 由它来指挥 所以看到天空的目标 标准六行上去 看到海上的目标 战斧出去 而且我告诉你 战斧现在发展到 不只可以打船 还有公路型的战斧 什么意思 可以打路上的目标 可以打路上的基地 它这样子这么大的 飞弹打路上 很厉害 它会飞过高山 然后垂直下来 对 所以它的 它会自己找 它会找 它会躲过地形地物 它会躲过地形地物 因为在海浪是躲海浪 在路上是躲地形地物 所以你看看 看到了摩天大楼 它垂直上去 然后越过它再打 这很像电影 才会看得到的 其实就是电影演过 现在美国就把它发展出 实际的武器 这很可怕 我告诉你 1300到2500公里 为什么 因为苏联 俄罗斯 它撕破了 中程飞弹的禁武系统 所以美国把这段补齐了 美国以前不需要发展 3000公里的防御武器 因为他觉得 这有限制 有限武条件 中程飞弹的限武条件 现在俄罗斯 把它撕毁了 一撕毁 马上飞案就出来了 既然你撕毁 我的武器就出来了 3000公里 所有对于 陆上海上空中的攻击系统 全部出来 而且要布置在哪里 布置在印度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标准六行 标准六行 那我觉得部署越来越完整 不只是美国 不只是美军部 日本的这一支 大金级潜舰 强势登场 它下水了 然后评论就说 它会对于中国的海军造成 你来了很可怕 因为我们以前的潜舰 我们以前的潜舰 柴油潜舰 或者是核动力潜舰 都是主要是用被动声 就是我都不要出声音 我保持得很安静 然后你的潜舰比较吵 你发出的声音被我抓到 然后我来攻击你 那因为现在各国的潜舰 都越做越安静 下了水都不讲话 连冲马桶都没有声音 所以说现在改成主动的声纳 就是我要发出声纳 打到你就跟金鱼一样 打到你 你弹回来 我就找你在这边 可是这就是有一粒就有一臂 我一发出声纳 你不就抓到我了 所以怎么办 放出无人潜舰 就是不是我发出的声音 是我绕出去的这个 小潜舰发出的声音 所以你要打的话 你就会打到这些小潜舰 你打无人潜舰 你打不到我 小潜舰发出声音 然后我接收 现在就变成这样 这个很久以前我讲过 我们的海坤号 也有这种隐藏版 我不能讲太多 也有这种隐藏版 所以现在大金鸡讲了 我们就有啊 我们叫主动水下声纳 主动式 主动式 有没有 这是重点 所以说大金鸡说 我们的潜舰很棒 但是台湾的海坤号 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我们 大家我讲这样很保守了 某些方面 所以中共就觉得 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还蛮麻烦的字 所以中国就严重怀疑 这一定是日本教台湾的 其实不是谁教谁 大家教学相掌 互相研究 我们朋友很多 你不用猜 我们很多朋友 都可以互相研究 就是不告诉你了 然后这是雷金号 他们总共 这个已经完成了 所有金字辈的整个潜舰 而且他守的什么 就是守住台湾以北 到宫古海峡 中间这一块 让你中国的潜舰 出不来 那现在就巴斯海峡 我在本口堵你 我就堵在这边 你就出不来 然后巴斯海峡交给台湾 两边一堵住 那中国就要绕 好大好大一圈再出来 对 再往北绕 那对不起有美国 再往南绕 有澳大利亚的核潜舰 所以大家了解了吧 了解 整个印太就是这样抓起来的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个大金号 我觉得长蛮美的 对 重点是 重点是这个 重点是这个 这个你看 跟我们的海昆号像不像 超级像 它是有斜角的 以前都是垂直有斜角 所以说中国说 我看到了 所以他也开始做 中国也开始学了 你看 也开始了 中国的潜舰 它也出现了新的逆中设计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大家要把头尾都要包起来 看起来不让你知道 因为有人会山寨板 中国就出来了 了解 中国最新的039C型的原级潜舰 配备的所谓的声纳逆中系统 主要就是让它没有办法来辨识你的目标 它的声纳在于对目标进行的分类 这是烦照 就是这个烦照 你看 这个是最容易被声纳捕捉的 所以他也学大金级 所以大家都有了 现在就是学的像山寨不见得有功能 了解 就算你山寨的成功 但你还是出不来 对 山寨不见得有功能 可是看起来很威 就是你做一只手机跟苹果一样 但是不见得有苹果的功能 但至少可以嘴 它至少可以嘴 我不怕 我也有 台湾有什么了不起 日本有大金号了不起 我也有039C型的原级 怎么样 你有我全家都有 就是这个意思 它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永远不会低估敌人 既然你有形象出来 我们各情报单位 科技情报单位开始收集 到底你有多少材质 到底你行不行 对 那但是表面上我们都说 你好棒棒 你好厉害 我们要更厉害 但是实际上 我们都在掌握中 所以大家看到这样的逆中设计 就表示 为什么要学 为什么要跟我们一样 因为他有在怕